结婚的前一天 女友突然消失 我不停地寻找她 朋友们却告诉我 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她的一切都是假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一定会找到她 老公 我有点紧张 高速公路上 妻子柳如烟坐在副驾驶上 不用紧张 明天开始我们就是夫妻了 我宠溺地看着她 明天 是我们领证的日子 也是婚礼举办的日子 我们真的会一直幸福下去吗 她突然问道 当然会 我坚信地答道 她的眼神看向前面乌云的方向 我不求大富大贵 能安稳地度过一生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很快 车子开到了服务区 我去买点吃的 你在车上等我 我嘱咐到 如烟乖巧地点点头 我就是喜欢她这一点 平静 温柔还贤惠 这次回老家 我并没有告诉父母结婚的事情 准备直接给他们一个惊喜 我回过头看见车内的如烟 相视一笑 就在我转头的那一刻 余光看见如烟似乎接起了手机 或许是朋友的祝福 我并没有在意 当我返回车子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车内空空如也 怎么回事 难道她去上洗手间了 在看手机 并没有她的消息 还是打电话过去确认 可是打了半天也无人接听 等了二十分钟 也不见人从洗手间出来 顿时我察觉到不对劲 立马向着女厕所冲了过去 喂喂喂 你个大老爷们光天化日跑女厕 要不要脸啊 有人发现我后发出了警告 不好意思大姐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里面 有没有叫柳如烟的人 我只能请求对方帮忙 与人斜看了我一眼 被这里面大喊道柳如烟 柳如烟 结果还是没人应答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在女厕的门口 发现了一只发卡 正是如烟今天头上戴着的那一个 我不顾一切地蹲下身去 将其捡起 随后开始在整个服务区寻找 但终究无果 没办法 我只能打电话报警 很快警察来了 听了我的描述后 准备调取监控视频查看 但意外发生了 前一天晚上这里打雷 把线路打坏了 所以今天一天是没有监控的 这下我彻底慌了 一个大活人 怎么会消失不见 一定是有人绑架了他 这是我脑子里唯一能想到的原因 警察也告诉我 等24小时之后再开始寻找 说不定是恐婚啊之类的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你也可以回你们的住处 或者去他家看看 听到这话 我立马反驳道 恐婚 不可能 你们知道吗 他为了这次跟我回家 有多么重视吗 还有 这里可是高速公路 你告诉我 他一个女人 能怎么离开 其实我这样说 对方也没办法 毕竟如果真的是绑架 这里这么多人 肯定能发现 我很无奈 只能开车返回我河 柳如烟在打工城市 所租的房子 路上 手机响了多次 但每一次都不是柳如烟 等我回到出租屋 已经是深夜 当我满怀希望地打开门后 再次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整个屋子 就像是被小偷光顾了一样 并且柳如烟的衣服物品 全都不见了 我脑子就像是烟花一样 砰的一声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 手机响起 正是我在这边的一个朋友打来的 也就是他之前 一直给我打电话 老胡是银行的信用卡专员 如烟突然不见了 我不知道该去哪找他 一想到如烟可能被人绑走 我就无法让自己平静 谁知听到我的话 老胡却说道 我找你也是因为你老婆的事情 你赶紧来我这一趟 电话里面说不清楚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我立马挂了电话 驱车赶往老胡的所在 等到了老胡的办公室 他把我拉到了沙发上 询问道 你老婆欠了大量借贷的事情 知不知道 啊 借贷 我完全猛了 和我说说 你知道些什么 我现在是完全不能放过 任何一条线索 之前他来找我办理信用卡 但是走流程的时候 发现他竟然欠着众多借贷 然后下午的时候 我给他打了电话 询问他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结果他不说话 就给挂了 所以我才一直找你 老胡的话 让我闭上眼睛 眉头紧紧皱起 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 除了这些 老胡也不知道别的信息 我便从这离开 回到了出租屋 看着刚拍完没多久的婚纱照 我陷入了沉思 和柳如烟认世 是一年前 慢慢地确定了恋爱关系后 就住在了儿一起 那时候就发现 柳如烟有些患得患失 不过我都归结于 他的身世有关 他告诉过我 他的家庭不幸福 和家人关系不好 甚至很多次告诉我 他不敢相信 他会得到幸福 难道说 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一晚上 我都没能睡着 刚天亮不久 我就赶去柳如烟 工作所在的公司 您好 请问柳如烟在吗 他的同事回到 没有 他请了好几天的假 那能不能帮我 拿一份他的简历 因为他的同事 我拿到简历表以后 根据上面他所填的 曾经工作经历上的地方 一个一个打电话去查询 您好 请问在之前 你们这有没有一个 叫柳如烟的员工 具体时间是 您好 我想打听一个人 名字叫柳如烟 时间是 一共五个地方 居然全都说 没有柳如烟这个人 我气愤地将手中的笔 猛地砸在了地上 阿浩 我想起来了 你老婆信息走流程的时候 我们发现 她和一家律师事务所 有官司联系 老胡的电话 让我再次燃起了希望 根据老胡提供的地址 我立刻赶了过去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在得知我的来意后 很快接待了我 柳如烟这个人我有印象 她好像除了一个母亲 没有其他亲人 两年前 她的母亲去世 然后来我这里询问了关于 一百万意外死亡保险的事情 但是在那之前 她就已经和借贷公司有了起诉 原因就是信用卡透支 加上借贷的利息不停地滚 导致本金加利息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88万 律师在讲述的时候 还拿出了一份声明表 上面正是柳如烟所写的细节过程 我接过来一看 却猛地发现 这上面的字 根本不是柳如烟写的 这上面是你代替她写的吗 我问道 律师笑道 当然不是 这种表格 必须由本人填写 我才能帮她沟通借在那边 可是 根本不是她的字迹啊 我拿出之前拿到的简历表 做对比 非常明显就是两个人的笔记 律师也奇怪地接过去 这 这 照片上的也不是柳如烟啊 你稍等我一下 律师赶忙寻找出一份复印件 随后对我笑道 原来是乌龙 应该是名字是一样的 那身份证号呢 我又问道 律师继续翻找复印件 身份证号码是一样 但照片确实不一样 这一下 别说我了 律师都傻眼了 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两个人的身份证号码 绝不可能相同 如果说借贷的柳如烟是真的 那么自己的未婚妻究竟是谁 这时 老胡又找到我 阿浩 我想起那天给你未婚妻打电话的时候 他非常惊讶 按道理来说 他如果知道自己欠了那么多钱 不可能会惊讶 更加知道信用卡肯定办不下来 这么看来 你的未婚妻狠 有可能是顶替了别人的身份 这可是要坐牢的 老胡的分析 让我的心情顿时跌落到了万丈深渊 但不管柳如烟的身份是怎么回事 我也一定要找到他 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你帮我一起想办法 先找到他再说 我说到 我们怎么找 他的身份 名字都可能是假的 一无所知 老胡的话 让我顿时欲色 是啊 根本没有一条可用的线索 傍晚 我一个人坐在广场上 仅仅是一天的时间 我就感觉自己仿佛透支了一半 柳如烟 你到底在哪 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在心中不断地呐喊 或许是上天听见了我的声音 柳如烟之前同事联系上了我 说有柳如烟的东西在公司 我听见后 立马跑了过去 临走的时候 对方还劝道 如果实在不行 你不如找个私家侦探试一试 听到这个 我猛地豁然开朗 私家侦探 有现成的 我立马开车来到了一间老婆小家中 黄元 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随后木门被打开 一股酒气袭来 随着一名长发且慵懒的男人走了出来 陈昊啊 找我干嘛 我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件事 我迫切地喊道 你走吧 我已经不干侦探这一行了 容易得罪人 得不偿失 黄元摆摆手 就要让我离开 不行 你必须要帮我 我的未婚妻失踪了 或许是我的眼神 让黄元答应了下来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黄元靠在椅子上问道 我将柳如烟失踪的事情 以及之前查到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还把从如烟同事那得到的东西拿出后 黄元非常认真地看着那些物品 里面都是一些不重要的日用品 不对劲啊 黄元突然说道 怎么说 黄元看着那些日用品摇摇头 重点我也不好说 需要一步步排查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个东西 只见黄元从他的床底下拿出了一个箱子 走 去你家 我带着黄元来到我家后 他迅速戴上了手套 然后打开他的箱子 里面都是一些专业的工具和瓶瓶罐罐 我也不懂 就在旁边看着 就这样忙了一个多小时 黄元来告诉我 你的这名未婚妻很有意思 这个家中居然没有他的指纹 并且你的指纹也都是新的 说明在你昨天回来之前 指纹就已经被清理过 简直就是无比专业的团伙 然后 黄元让我去找警察 要一份未婚妻的居住信息 因为已经过了24小时 警察也非常帮忙地提供了一份居住信息单 通过这个单子 我也得知了柳如烟上一个租的房子 立马开车带着黄元一起赶去 当房东得知我们是柳如烟的朋友后 非常主动地说仓库里面 还有他留下的物品 我和黄元将两箱子的东西搬了出来 里面也都是一些生活用品书本之类 你的租客 是他吗 我想起了什么 拿出未婚妻的照片递给房东 房东见了却摇摇头 并不是他 我和黄元只能带着东西返回 将里面的东西全部清理出来 一个一个翻找 终于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物品 美容卡 我们再度赶往美容院 此时已经是深夜 前台的美女在调取美容卡资料后 告诉我们 两年前柳如烟女士来过我们这里两次 但后来一直都没有来过 得知这个消息后 黄元拉着我返回了车内 我已经知道了 真正的柳如烟在两年前就消失了 而你的未婚妻冒用了柳如烟的身份 昨天她消失后 把银行的存款全部去走 应该是不打算回来了 而真正的柳如烟在拿到 了她母亲的意外保险赔偿后 也消失了 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 就是你的未婚妻很有可能为了钱 杀了真正的柳如烟 占有了她的一切 至于动机就是为了钱 我听了以后 立马急了 不可能 她是那么温柔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是让你帮我找到如烟 不是让你来胡说八道的 我才不管到底谁是柳如烟 也不管有没有谁死 也不管什么保险 你又不认识如烟 你凭什么这么下定论 我最后几乎是咆哮一般喊了出来 黄元也没有急 而是对着我问道 你说的对 但是 你就真的认识她吗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我牙口无言 夜晚 我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看着手机里 我和柳如烟的甜蜜的照片 心中坚定 无论是怎么回事 也一定要查清楚 未婚妻消失的第三天早上 我刚起床喝水 突然想起曾经有一天 自己也是站在这里喝水 柳如烟从后面抱着我 说她有机会想回老家看看 其中有提到过她的老家 在临平县 我立马买了一张车票赶过去 来到临平县 我拿着如烟的照片到处询问 可哪怕是县城 这样的找法 也是如同大海捞针 可就在我不知该如何 继续寻找的时候 引来了一个转机 一个男人忽然走到我的面子 眼神一直盯着我手中的照片 我赶忙询问道 你认识他吗 认识 你跟我来 我惊喜万分 跟着对方走到了一个胡同里面 突然 他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就给了我一拳 你找他做什么 老实交代 是不是来要债的 对方指着我质问道 要债 不是 我是他未婚夫 他失踪了 我趴起身解释道 未婚夫 我怎么不信呢 看对方的样子 一定是认识如烟了 我赶忙拿出了手机上的照片给他看 你 真的是他的未婚夫 男人明显有些尴尬 你是不是认识他 快告诉我 男人点点头 我家就在旁边 你等我一下 很快 男人又跑了回来 手中还拿着一张照片 我和他是同学 这一块的人都知道他有困难 所以刚刚才会打你 真不好意思 我摇摇头 根本顾及不了这些 看着照片未婚妻年轻的样子 我知道 自己就要找到真相了 照片下面一排是人名 不过上面并没有柳如烟 与其对应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徐莉莉 对了 他在天海市还有个好朋友 叫朱敏 也是我们的同学 男人指着照片上的另外一个女人讲解到 这一刻 我无法言语内心的心情 原来我真的被骗了 他隐瞒了所有的信息 而天海市 正是我和徐莉莉工作和租房子所在 回去的路上 我思绪万千 一想起之前黄元说的 现在看来他真的有可能做了那样的事情 回到天海市 刚一下车 黄元再次找到我 我从一个哥们娜 查到了关于柳如烟母亲去世的资料 他是从楼梯摔倒去世的 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的那个未婚妻 我现在没有心情听这些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回家后 看着未婚妻之前遗落在公司的物品 不自觉的再看一遍 上次我和黄元一起查看的时候 把其中一张家装照片忽略了 这一次 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照片上 有个具体拍摄日期 因为当时我和黄元本以为是一张房子的照片 但是经过我仔细查看 却发现时间上是冬天 里面的窗户外却是春天的景象 这怎么可能呢 另外照片的一个角落 还有一点点人影 能够分辨出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 根本就是样板房啊 再仔细一看 我傻眼了 在样板房照片中 还有一个处有房产公司的标志 而这件房产公司 就在我上班的正对面 未婚妻消失的第四天 我赶去了这家房产公司 从里面的一位老业务员的口中了解到 照片上的日期时间 在这里举办过一次员工培训 但是女员工是不穿制服的 从地产公司出来后 我一头雾水 想不明白徐莉莉和地产公司有什么关系 就在我等红绿灯的时候 忽然看见一辆广告车 上面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正是徐莉莉那些日用品的牌子 我立马开车寻找这个牌子的公司所在 一进去 就看见了他们有个荣誉墙 上面挂满了照片 我一个一个的观看 在其中一张照片上 看见了未婚妻的身影 除此以外 时间也正好和那样板房照片的时间一样 不仅如此 上面的名字也是本名徐莉莉 我立马把经理叫了过来 因为是徐人的事情 他也很乐意提供帮助 他告诉我 这个徐莉莉的确在这里做过销售 按照公司的规定 销售员是无法直接接触客户资料 那时候公司搞过一次内部促销活动 因为太忙了 就让徐莉莉来帮忙 就专门做客户入会员的申请 再往后还发生过一起客户资料丢失的事情 不过事情并不严重 也就这么过去了 我点点头 然后又询问了经理对徐莉莉的印象 他在这里有什么朋友吗 经理笑着摇摇头说道 没有 那男朋友之类的呢 经理再次摇摇头 他的情况应该很难有男朋友 为什么 我十分的诧异 因为他说过曾经有过失败的婚姻 所以交友很谨慎 更别提男友了 并且总是独来独往 失败的婚姻 听到这个词 我再也坐不住了 立马把收集到的资料找黄元做分析 现在的情况是 你的未婚妻真名叫徐莉莉 高中辍学 有过短暂的婚史 曾在化妆品公司做销售 一次协助公司做信息表的时候 掌握了会员资料同年的12月 请过病假 但巧合的是 我哥们那边给的信息 就是那四天 真正的柳如烟母亲去世的时间 现在我很怀疑 徐莉莉和柳如烟母亲的死 也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这些事情都已经放到我的眼前 但我依旧无法相信 晚上 黄元和老胡都劝我要休息 否则身体会垮掉了 我当然知道 可是 这种感觉根本没人能懂 观看和他的照片 已经是我唯一能让自己稳定的事情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起 是一串陌生的座机电话 我立马接起 谁 是你吗 如烟 不知为何 我的预感对方就是我的未婚妻 阿浩 当这两个字响起 我猛地站起身 是他 四天了 他终于联系我了 阿浩 你听我说 我很想你 对不起 只能这样听听你的声音 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无力 你在哪 我现在就去找你 此刻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见他 电话里面传来他哽咽的声音 我急迫地喊道 已经没事了 跟我说话 喂 他 电话突然被挂断了 我望着手机 想要找到他的想法 愈发的强烈 未婚妻消失的第五天 黄元告诉我 一个让事情有了进展的消息 他的行业朋友 把我们找到了徐莉莉以前的前夫 李承 恰好这个人现在就是天海市打工 我立马和黄元碰头 在一家咖啡店内 见到了这位前夫 关于我们来的目的 你已经知道了 现在说说你所知道的事情吧 黄元刚坐下来就直接说到 李承点点头 向我们说起了关于徐莉莉的往事 原来徐莉莉的父亲曾经做生意的 但是因为管理不当 欠了不少的钱 结果利息越来越高 债台高筑 最后根本还不上 导致了整个家庭都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危机 徐莉莉才15岁 就被母亲抛下一个人生活 连父亲也不知了去向 整个人消失了 也是在那种情况下 我遇到了成年后的徐莉莉 然后我们结婚了 因为我也是做小本生意的 日子上也算能过得去 想要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 可是刚结婚没多久 她父亲的那些借贷人居然找到了我家 李承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表情毫无波澜 因为借贷的人闹事 就导致李承的小本生意根本做不下去了 你们是不知道 就我那的小店面 一听他们要来三拨人 每一波还都不一样 县城里面还流传 徐莉莉是这帮人玩你的女人 这种情况下 我对以后的婚姻 完全有了怀疑态度 离婚的那天 我觉得我快要疯掉了 忍了整整三个月 就连我妈都被那帮人逼出了精神病 最后我和她办理了离婚手续 说到这里 李承所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些了 我也通过她的话语 清楚地了解到关于徐莉莉的过往 你确定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黄元提出了疑问 我确定 你们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找她的一个好朋友 小杰 以前也是我们县城的李承 直接将小杰的所在写给了我们 也是在天海市 她有闺蜜在这边 我都不知道 于是和黄元再次驱车 前往这个闺蜜的所在 到了地方 我们向小杰表达了来意 李承说的没错 那时候的情况的确如此 而且离婚后的莉莉想要投靠我 那时候我正在这边打工 我就让她过来 谁知道她刚离开县城就失去了联系 过了一年后 她才联系上我当时我很开心 去了火车站接她 可是等我看到她以后 完全不敢想象 她这一年过成什么样 虽然脸上涂满了各种化妆品 但依旧可以看见于清 而且精神方面都出了一些问题 在这边以后没多久 她就搬出去住 对了 有一次她还请了病假 我去照看她听到这 黄元又问道 具体是什么时间 当小杰说出来后 我和黄元当场愣住了 因为时间上 正好就是真正的柳如烟母亲去世的日子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徐莉莉根本没时间 去做杀人夺才的事情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我和黄元带着小杰一起去了医院 在医院的记录中 我们得知 的确和小杰说的一样 记录显示 徐莉莉女士是刚生了一个小孩 身体虚弱 住院的前一天 孩子还死了护士的一番话 让我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小杰 好吧 其实还有一件事 原来 徐莉莉从借贷那边逃到天海以后 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即使如此 还是将孩子生了下来 可是孩子有先天性的疾病 没多久就夭折了 所以徐莉莉才会大病一场住院 听了这些 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 仿佛就能看见 当时那么无助的未婚妻 至于你给我看的那张样板房照片 那是莉莉最喜欢的房子 那天我来医院看望她 就发现她的手中 正拿着那张照片 她告诉我 这套房子很好看 我当时还疑惑地问她 这是谁的房子 好漂亮啊 她告诉我是她的房子 并且很快就能住进去了 听到未婚妻如此悲惨的遭遇 我激进崩溃一半 抱着黄元大哭了一场 如果她只是想要过平静的生活 那么自己要是这么一直查下去 就只会给她带来更多的伤害 我告诉黄元想要放弃了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大家都是男人 无需多说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 我以为是她 但是没想到 是另外一个女人 你好 我是柳如烟的朋友 听说你们在找关于她的事情 之前还不知道未婚妻的真名 就一直以寻找柳如烟为前提寻找 或许是她看见了我们的寻人启事 和这位朋友见面后 她把关于柳如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 本来我已经打算放弃了 至于那个真正的柳如烟是怎么回事 已经懒得去管 但是她就让我知道了一个恐怖的消息 如烟她在拿到她母亲的巨额保险金后 就一直没有出现过 但是在那之前 她说过经常半夜被人跟踪过 还经常拍一些她家的照片给我 让我帮忙看看 有没有被动过黄元接过手机 一个一个的翻 里面的确都是家具之类的东西 但是翻着翻着 我和她同时瞪大了眼睛 我们看见 后面有几张是柳如烟和别人的照片 而这个别人 正是我的未婚妻 徐莉 这照片上的女人 你认识吗 黄元示意我不能慌张 询问小结 哦 如烟说过 是她的一个朋友 不过好像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关系很好 黄元立刻把我拉到了外面 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徐莉莉通过客户资料 盯上了和她年纪相仿的柳如烟 而且柳如烟没有父母亲人 这样的人哪怕失踪了 也不会有人知道或者说在意 柳如烟母亲去世的时候 正好是她情绪低落的时候 徐莉莉也是利用了这一点 接近了她 对于黄元的分析 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总感觉脑子要爆炸了一半 夜晚 我和老胡出来喝酒 她就一直劝我不要去想了 你说你 事业有成 还有些存款 大不了就换一个吧 人家现在说不定 已经又换了一个身份 过着崭新的生活呢 正是老胡的这句话 让我猛的清醒 立马跑回家 拿出从化妆品公司 拿到的拿分会员名单 此时 黄元也找到了我 当她看见我手中的名单后 笑道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徐莉莉想要继续追求平静的生活 就必须冒用新的身份 她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和黄元一起对比那张会员名单 一整晚过去 终于有了一个实质性的结果 在这些名单当中 我们找到了一个名叫王慧的女人 她的情况和柳如烟的情况差不多 于是我们立马联系上了这个女人 通过王慧的口中得知 她的确和徐莉莉做过邻居 并且成了好朋友 对了 就在前两天 她还找到我 说又我一起周末看电影 电影票都买好了 我们立马记下了电影院的位置和场次 临走的时候 黄元问道 最近一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王慧想了想 回到 的确有 晚上下班回家 总感觉被人跟踪一样 可是每次都没看见人影 并且昨天警察也找我问话了 巧合的是 警察给我打来了电话 让我去一趟确认身份 等我赶到警局 他们给我看了一段录像 录像的地方正是王慧上班的地方 从监控视频中我清楚地看见 未婚妻来找她 你失踪的未婚妻 是不是这个人 一名警察问道 我木讷的点点头 因为此刻已经非常清楚 柳如烟失踪就是被杀了 而且凶手就是徐莉莉 在我确认以后 他们立刻决定第二天实施抓捕 未婚妻失踪的第六天晚上 我独自开车 来到了王慧家楼下的一个拐角 藏好后等待着 没想到真的看见一个人影跟踪王慧 我立马下车追了上去 我想要找到她 告诉她 不顾一切地向她冲了过去 对方见到我冲来 转身就要逃 好在黄元在另外一边将其给拦住 等我们抓住她 却发现居然是一个男人 你们要做什么 男人不断地抵抗 我和黄元将她压在了旁边 好你个人渣 没事跟踪人家做什么 你们误会了 我是要保护她 不是跟踪 都这样了 还不是跟踪 要不然 你见到我们跑什么 做贼心虚 真的不是 我喜欢王慧 但她告诉我有人跟踪 我就想帮她抓住那个人 为了自证清白 她还当场给王慧打去了电话 等到王慧下来 解释了一番后 我们这才发现 是真的弄错了 跟踪王慧的人 根本不是这小子 扑了个空后 我和黄元两人坐在车上 警方那边已经找到了 失踪的柳如烟尸体 也确定了证据 你还想找到徐莉莉做什么 我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心中一直有个想法 要找到她到了未婚妻失踪的第七天 电影院里面早已被警察布局 就等着徐莉莉出现将其抓捕 我也跟在了后面 想着或许在她被抓的那一刻 还能见到她 和她说说话 但等了半天 也没见到徐莉莉的影子 就在这时 我上班的公司给我打来了电话 陈经理 上次交上来的客户名单 少了一份客户名单 我记得是准备回老家之前 我为了提前完成工作 就带回家弄了 怎么会少呢 难道说 我忽然想到了徐莉莉 因为我上班的公司客户 都是一些高质量的独居群体 会不会是她拿走的 好 我马上回去 我说道 不用了 电脑有备份 只是跟你说一下 我没管那么多 赶忙赶回了公司 通过备份资料 发现丢失的那一份客户资料 正是一名和徐莉莉 差不多年纪的女性 有钱继承家里亲戚的遗产 独居 完美吻合了徐莉莉的目标 对了陈经理 这位客户还打来电话说 他这几天要出远门 希望我们能帮忙搭理 他存在这里的理财产品 我可以给对方拨打了电话 因为是我的客户 对方也爽快地告诉我 我正在机场 我让其在原地不要动 立刻赶了过去 等到了机场 发现只有他一个人 我稍微松了口气 陈经理 你这么着急 是有什么事情吗 对方问道 你不是说和朋友旅行吗 就你一个人 嗯 我先来这里办理手续 因为需要带着我的小狗狗 我听后 赶紧拿出了未婚妻的照片 并且询问道 这个人你认识吗 啊 他就是邀请我一起旅行的朋友 果然 你现在赶紧回去 他很有可能是盯上了你的钱财 要谋财害命 什么 这位女士对我的话深信不疑 我领着他一起向着电梯走去 他先我一步 在他下去的过程中 我停在了原地 因为我终于看见了 那个消失七天的人 徐莉莉 他并未看见我 而是看见了我的客户 徐莉莉热情地打招呼 但我的客户已经得知了真相 不敢应声 徐莉莉察觉到了不对劲 随后看向了我这边 我与他双目对视 在他的眼神中 我看见了惶恐不安 就这样 他上行的电梯 来到了我的身边 当他上来后 我猛地地将他保住 你这些天究竟去哪了 他并未正破我的拥抱 也没有抱住我 或许是我那客户的反应 让他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 只是语气冷淡地说道 我只是想要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以为我会幸福 啊好 对不起 我伤心欲绝 抓住了他的胳膊 看着这个曾经和我无比恩爱的女人 我还是无法人心看着他背部 只能默默地松开手 转身离开 刚走出机场 却发现警车已经赶到 看来是徐莉莉暴露了 我下意识地就跑回去 当我刚跑上去 发现徐莉莉也在跑 同时还有人在追 一直跑到了二楼平台外的一处角路边 我亲眼看着他爬过了栏杆 在他的身后 就是车流涌动的道路 摔下去必死无疑 不要 我伸出手大喊道 徐莉莉回过头 看着我说道 已经回不去了 阿浩 你知道吗 当我那天第一次杀人 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的命运是这样的 我一直只想要过的幸福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 徐莉莉并没有咆哮 说得沉重平静 那天 房间是昏暗的 地上血迹斑斑 我的身上也沾满了鲜血 那一刻 我无比的恐惧 但我知道 我不得不这么做 再见了 阿浩 当他说完的那一刻 纵身一跃 跳了下去 我失声咆哮 跑到了栏杆旁边 看见了摔在血泊中的徐莉莉 最后 徐莉莉的尸体被警察带走 这件事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慢慢走了出来 本以为徐莉莉的事情 只会成为我的回忆 可是没想到 三个月后的一天 我收到了一封信件 陈经理 有你的信 我刚下班准备离开 前台的美女突然叫住了我 看着信封上除了我的名字以外 任何信息都没有 便问道 这是送快递的人给你的 美女点点头 这让我更奇怪了 没有邮票 只有名字 怎么可能寄出来 我好奇地拿着信封来到了车上 用手机打开了灯 对准信封照了过去 发现里面好像是几张照片 我立马打开来查看 发现照片上竟然是徐莉莉 她被人殴打 鼻青脸肿 这是怎么回事 我立刻给快递小哥打电话 询问能不能查到究竟是谁寄来的 可是快递小哥却告诉我 没有单号 肯定不是寄来的 而是有人塞进他的包里 有人故意为之 可是徐莉莉明明已经死了 是我亲眼看见的 这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我十分不解 等我回到家 仔细地查看这些照片后 惊讶地发现 每一张照片上 徐莉莉都是被绑着双手 并且都会做出不同的手势 我十分熟悉这些手势的含义 她曾经告诉过我 要拥有只属于我们的小秘密 如果有一天我看见了她用这个手势 就说明她有危险 需要我 我脑袋嗡的一声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徐莉莉不仅我是看着跳下去摔死的 而且她的骨灰还是我安葬的 可如果真是这样 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没办法 我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嘟嘟嘟 手机突然响起 电话号码显示未知 喂 我谨慎地接通 很快 对面就响起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照片你都收到了吧 想要救人 明天早上八点 就在你公司门口会有一辆面包车 你上去以后就知道了 你是谁 我问道 帮你的人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一夜 我的内心再次陷入了忐忑 一日 我早早地就在约定的地方等待 十分钟不到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就停在了我面前 门打开 下来一个穿着漂亮的姑娘 她不高 一米六不到 身材 却一级棒 胸前的抹胸都快裹不住了 她对我展颜一笑 陈浩 我赶紧点头 是我 我是阿红 刚跟你通过电话 上车吧 她让开车门 递给我一瓶水 等会我们还要去接两个人 到时候一起走哦 谢谢 我接过水 无意中碰到了她的手指头 赶紧上车 坐到了座位上 除了我以外 我发现车上还有几人 年纪都不大 记住 待会不能随便看 防止泄密 把这个带上 等过去后 就让你们拿下来 一直不说话的那个人 忽然说话了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戴头套 根本没有这样的要求 我要下车 你们有问题 她这么一说 车上的人 包括我 都慌了 站起来就想要下车 也不管这里是不是荒娇以外 几个男人也不啰嗦 从怀里掏出了刀子对准我们 我吓得腿都软了 感觉膀胱发胀 差点当场尿了 其中一个男人 从旁边拿过一根棒球棍 对准说话的男子 一棒子就打了下去 我们其他人吓得到处躲闪 贴在车窗上一动不敢动 紧紧抱着头 耳朵里 只能听到惨叫声 和棍子打在身上的闷响 那个男人没有动静了 我偷偷看过去 那男的一身一头的血 被两个男人拖下车 拖进了旁边的树林 阿红的笑容消失了 冷着声音对我们说道 好说好商量不听 非要这样才肯听话吗 戴上 一个男人手里 拿着头套递给我 都给我老实点儿 不然 看到刚才那个人了吗 没人敢反抗了 全都颤抖着 接过头套 戴上 我没有说话 心中只是在想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自己究竟能不能见到徐莉莉 惊慌失措下 我们只能听命行事 戴上头套 耳边传来两个女孩 滴滴的哭泣声 还有不知道是谁 牙齿打架的声音 撤开了 似乎路不怎么好 非常颠簸 具体多长时间 我估算不出来 手放在口袋里 传来 我的脑袋猛的被打了一巴掌 磕在了前面座椅背上 手机被人从口袋里翻了出去 我用脑门顶着座椅 一动不敢动 耳朵里 继续传来打骂声 还有一个女孩的尖叫声 他们在前面 用我听不懂的话说着什么 还发出那种不怀好意的笑声 很快 车又停了 下车 有男人喊道 不准偷看 谁敢偷看 就把谁直接买了 我们被人拉扯着 亮亮呛呛的下了车 我感觉有人用绳子 绑住了我一条手臂 很紧 勒得很疼 走 一个跟着一个 走 身后传来惨叫声 是一个瘦小的男孩子 发出来的 我要回家 他忽然就哭出来了 我看不到 但从声音也能判断出 有人把他打了 还是从绳子上放下来 拖到旁边打的 男孩从一开始的惨叫 哭泣 渐渐变得没有了动静 我的心脏跳得很快 双腿不受控制的颤抖着 脑子里一片空白 啊 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叫后 有液体见到了我的脸上 温热的 还有浓重的血腥气 是血 他们把他杀了 不可抑制的恐惧 瞬间遍布全身 我感觉自己的牙齿开始打架 咯咯响得不停 走 别停下 身后传来一股距离 我被一只手狠狠推了一把 因为看不到 我们几个人走得非常艰难 中间还被植物乱刮着脸 上了一个坡后 地面变得平缓了一些 有人让我们停下 有汽车开过来的声音 停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野蛮的推上车 和原本车上的一些人挤在一起 晃得朝前开去 我感觉又渴又饿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只在车上就着自来水 吃了一个馒头 下了车后 就直接联系阿红 又开始坐车 到现在 一口水一口饭都没吃到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车子颠簸 人又紧张 我开始运车 恶心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连着呕了几下 什么东西都吐不出来 同时 我也听到旁边有人犯我的声音传来 胃里更不舒服了 开始抽抽的疼了起来 很快 车停下了 车外有说话声音传来 还有嬉笑声 头套被拿了下来 外面已经漆黑一片 周围是茂密的树丛 一根木桩上绑着一个灯泡 来回晃悠着 两个男人拿着棍子在我们身上乱打 下去 他们粗暴的把我们往车下推 快点儿 好几个人都直接摔出了车外 引来一片细笑声 我手机也没了 浑身上下 除了脏兮兮的那套衣服 竟然比以前还要穷酸 我们十几个人畏缩的挤在一起 惊慌失措地看着周围 周围站着很多人 好些人手里都拿着砍刀 前面还有几个人 空着手 不停打量着我们 尤其是看向我们之中女的眼神 火都快喷出来了 这种眼神我见过 就像是路边的小流氓 调戏街头女人的时候 就是这种眼神 我们这是被绑架了 远远的 我似乎看到了一扇大铁门 还有围墙 心里猛低一沉 要逃跑恐怕会很难 前面一栋两层灰色的建筑 有点儿像是刚盖好 装修就废弃的毛皮房 我努力寻找阿红 来回看着 终于看到他正和一个人 站在后面说话 对方是个长相斯文的男人 三十多岁 个头不高 穿着一件白色衬衣 黑色裤子 踩着一双高帮皮靴 就带回来这几只 男人不满意地问道 半路有两个埋了 阿红说 想跑 行了 先带进去 马上还有货 听到这话 两个拿刀的立刻走过来 用刀背使劲而朝人身上拍 走 往里面走 我刚要张嘴喊阿红 后背就传来剧痛 我朝前跌去 撞在前面人身上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 旁边有人对我吼着 旁边有个女的开始哭 我要回家 我会还给你们钱 我要回家 阿 他发出一声尖叫 被人扯着头发 拽到我们不远处的 木头架子那里 然后 让所有人心惊肉跳的 一幕出现了 就在我们面前 这么多人面前 两个男人跟畜生一样 把女子按在上面 撕光衣服 扑了上去 鸣笑声传来 那些人居然都看起了热闹 另一个女孩 脸色煞白 几乎都要昏过去了 拼命摇着头 眼睛瞪得大大的 她的脚步不停地朝后缩去 我心想 坏了 果不其然 她扭头就跑 嘴里还不停发出 淒厉的尖叫声 周围拿枪的那些人 一点不着急 哈哈笑着 慢悠悠地跟了上去 大家一起跑 一个男人喊了一声后 就朝大门跑去 有人带头 我们十几个人 立刻就跟着往外跑 他的一声 领头的一头栽倒在地 我们全都被惊呆 停下了脚步 周围那些人 不管手里拿着什么 朝着我们 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毒打 不分头尾 就这么打了下来 还有人大声吆喝着 都给我别动 否则立刻就砍死谁 我把身体紧紧拳在一起 双手抱住脑袋 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这些人就和当初的徐莉莉一样 欠钱被抓来的 但我不是啊 此时 阿红来到我的身边 拿出了徐莉莉的照片 淡淡地说道 你是他的未婚夫吧 他的债务由你来还 只要你还完了 就能见到他 我听后 猛地瞪大了眼睛 他 真的在你这 阿红冷笑一声 当然 我们可以费了好大的力 才把他抓来的 听到这句话 我沉默了 没有了要逃走的想法 而是想办法 见到徐莉莉 很快 我们被人带去 一个个独立的房间 我滑坐在地上 半睁着眼打亮房间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对面靠墙 一张长条桌 地面 墙面 都有黑色的斑点和污渍 没有窗子 床旁边一个浴室 我努力爬起来 缓缓走向那边 结果看到的 却是一个脏的 不能再脏的马桶 卫生间 小的只有一个马桶 连个洗脸时都没有 啊 我大吼着 想要砸些东西发泄 却寻遍了整个房间 也没有找到 能让我砸一下 出口气的东西 房间没有窗子 进出只有一扇门 我闹腾了半天 最后只能躺在床上 闭上了眼睛 我实在是太累了 身上也痛得要命 可我睡不踏实 总会被噩梦惊醒 房间的灯 也没有办法关上 我在屋顶四个角 看到了监控摄像头 我现在的一举一动 全在人家的眼皮子底下 起来 起来 空着手的男人 把我粗暴地拉起来 往门口推 我狠狠地撞在了门框上 可他还不罢休 扯着我的衣服 就把我整个人推出了门 来到走廊我才看清楚 这条长长的走廊上 几乎每个房间门口 都有两个人 把里面的人给推操出来 房间里出来的人 有男有女 有昨天跟我一起来的 也有陌生面孔 他们动作稍微慢一点 就会被门口的人全打脚踢 有的直接拿着枪砸了过去 痛呼声 哀嚎声 惨叫声连成了一片 我瞇了瞇眼 没动 身后被人狠狠推了一把 赶紧走 俗话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跟着他们往外走 顺着楼梯到了一楼 来到院子里 被赶着站成一排 有人端来两个大桶 还有一堆钢盆 钢盆脏的还有屋子在上面 我家狗的石盆都比着干净 赶紧吃 去那边吃 一个男人大吼着 看到第一个人拿着一个钢盆 被人倒了 勺子黏糊糊的东西进去 根本看不出事 什么 直接就往墙根那边推了一把 那人的表情都呆滞了 盯着手里的钢盆一动不动 后面的人 继续着 一个个看着钢盆里的东西 脸色都难看得要命 这连狗都不吃 你们就给我们吃这个 他叫喊着 有些歇斯底里 喊过后 把腿就往大门口跑 院子很大 大门口距离有点而远 还没跑几步 就被一个人用一根钢管 直接打在了他的腿上 我甚至都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 旁边有人走过来 戴着墨镜 身材也很魁梧 他低头看了看 捂着腿在地上来回 惨叫翻滚的红T恤 对着旁边人一歪头 旁边立刻上来两个人 拎着红T恤的胳膊 拖到他扔掉钢盆的地方 一只脚踩在他的头上 失下去 那个人的声音很低 说得很慢 却让人不寒而栗 红T恤挣扎着 嘴里不断呼出的气 吹起了地上的尘土 死咬着牙一声不吭 让他吃下去 那个人把脚拿开 拉着红T恤过来的两人 再次上前 一个入着头发 一个抓起地上满是泥土的东西 直接就往他嘴里塞 旁边有人呵呵地笑着 而我们却记录寒蝉 没有人敢再说 这不是给人吃的东西这种话了 没人敢说 也没有人敢发出呕吐的声音 全都低着头 走到墙根下面蹲了下去 我盯着手里的钢盆 根本看不出来 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味道也不好闻 是至于让人反胃 但墨镜的男人抬起头 朝我们这边看来 立刻有人抓起钢盆里的东西 就塞进了嘴里 大口咽着 很快 那红色衣服的人就被带走 惨叫声撕心裂肺 我旁边的一个女的 开始捂着嘴哭起来了 她使劲而捂着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眼泪却跟断了线一般 不断流出来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惨叫声就消失了 红T恤的脑袋雨拉了下去 可身后推她的人还没有住手 勾起来 有人过来了 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树枝 开始抽 打 把盆放到那边 还好对 往那边走 我胳膊挨了一下子 火辣辣的疼 我们从一楼大厅穿过去 到了后面 后面有一大片蓝色 玻璃钢瓦的棚子 右侧有一大牌房子 这里的味道心骚恶臭 地面斑驳不堪 深浅不一的颜色 让人根本无法判断 以前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们被迫走进屋子 里面很暗 没有灯 唯一的光源 就是从空荡荡的窗子里 照进来的自然光 屋子里地面潮湿 我听到了水声 等我走进去后 就看到一个很大的 类似于水井的水池 墨镜男手里 拿着一根伸缩较边 敲了敲水池边缘 有人走过去 不知道怎么就打开了 夹在上面的一盏灯 这是游泳池 墨镜男姐说道 还让身后压着我们的那些人 把我们推到边缘 身体探进去朝下面看 下面有两米多深的地方 是一滩碧绿的 散发着恶臭的水 里面飘忽着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边缘处有微微的涟漪划过 居然是蛇 我头皮都炸了 这还不算完 墨镜男拿过一根竹竿儿 在水池下面 像是一堆脏衣服那里 捅了两下 缓缓转了过来 我一开始没看清楚 等黑影子扭动了两下后 我才反应过来 那是水池 因为墨镜男拿着竹竿 在水里搅合了两下 墨镜男身后那些人的哄笑声 这哪里是游泳池 分明是臭水井 折磨人的水牢 这个人不是很听话 墨镜男说到 不好好工作 总想逃跑 没有办法 只能让他在这里清醒清醒了 我炸开的头皮 一直没有落下去 含义一波一波冲刷着我的身体 走 再让你们看看 这种不听话的人 会有什么下场 墨镜男的话音一落 我们又被赶出了这里 重新回到后面的院子里 院子左侧有很多单杠 双杠 木头架子 几个人正把捞出来的人 往木头架子上放 他的双手被绳子捆上 拉高 双脚离地 然后 有人拿来了一个 装着汽油的铁盆 放在了他的脚下 一根火柴点燃 扔了进去 呼的一声 火盆燃烧起来 那个人努力把自己的双脚抬高 发出的惨叫声 让人感觉声带都破了 可还是有人在往盆里 扔着树枝木棍 让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滋滋的烤肉香味而传了出来 我身后有人终于忍不住呕吐起来 带来的后果 就是被人拉了出去 关进了一个笼子里 右边的那排房子里 有很多这样的笼子 一个成年人进去 只能蜷缩着身体 站不直 坐不下 蹲着也难受 他哭着求饶 我不敢了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不敢了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精神几乎都崩溃了 我也是双腿打扇 一种落进了地狱 充斥在身体的每个细胞里 则 这批还算不错 这么快就老实了 莫敬南有些意犹未尽地说道 后面还有很多场地没看到呢 你们在 忍忍 这里是健身房 莫敬南似乎很喜欢这里 来回巡视了一圈 可惜 今天没有人健身 让你们失望了 他走到一个秀极斑斑的铁床前 拿起一把尖嘴钳 转过身 他拿着钳子来回示意了一下 这个都认识吧 这个 是用来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 你们猜 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忽然 一个瘦小的男孩哭了出来 身体蜷缩着 颤抖着 转身就要往外跑 这个场面 我一来到这里就见过了 真的不能跑啊 不出所料 两个男人很轻松就把人给抓住了 拉到了莫敬南面前 莫敬南笑了 我看到他的牙齿居然很白 很整齐 不出所料 两个男人很轻松就把人给抓住了 拉到了莫敬南面前 莫敬南笑了 我看到他的牙齿居然很白 很整齐 这种人 我只在深圳大街上 看到那些在大厦里上班的人 会这样 莫敬南笑了好一会儿 指了指男孩 又指了指我们 你们运气真好 这不就有人想要健身了吗 他对着旁边挥了挥手指 男孩就被一脚踹在膝盖窝上跪了下去 被人死死按住 啊 放开我 啊 救命啊 男孩拼命喊着 眼睁睁看着莫敬南拿着那把尖嘴钳伸进了他的嘴里 他的嘴被人捏着 无法闭合 看看 多漂亮 莫敬南再次把尖嘴拿出米的的后 啊 男孩惨叫着 我们拼命朝后躲着 一个个紧靠着 捂住脸哆嗦着 这只是热身 你们要看看怎么锻炼胳膊腿吗 前面人堆里 有几个男的 已经彻底崩溃 摊坐在地上 大声嚎哭着 莫敬南看向那边 又是微微一歪头 立刻就有人上去把这几个人扯了出来 我完全想象不出来 接下来他们要对这几个人做什么 我也没有机会看见 因为我们已经被带去了一个场子里面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卡 上面记录着你需要做多久的工作还债 现在 开始吧 莫敬南笑着 他那自信的表情 似乎知道我们这群人已经背下的什么都不敢做 我突然举起了手 阿红看向我问道 什么事 洗手间在哪 二楼一个简单的回话 这两人就离开了 我被松开束缚 向着二楼走去 这里都有监控 根本不需有人跟着 刚来到厕所门口 就看见有人在这里 而且还是一个女人 我看着厕所里面站着的女人 有些尴尬的后退两步 她现在估计是才起身 大片的肌肤露在外面 腿又长又细 腰下面的那节肉也相当肥厚 等她回过头 我才发现不光是在身材上 包括长相 她都比我在这里见到的人要漂亮几倍 虽然我是个男人 眼前的场景也的确是足够让人联想翩翩 但我心里面压着那么多的事情 我就算是想让自己激动激动 也激动不起来 所以我也只是在心里面叹了一口气 随后就想让这个女人出来 自己去厕所里面装装样子 然后再另想办法 没想到 女人打量了我两眼 居然是拽着我的胳膊 直接把我拖到了厕所里面 正常女人在自己方便的时候 看见男人肯定早就被吓得六神无主了 而这里的女人就算不会被吓住 那也会选择避开 而我面前的这个女人 居然抓起我的手 直接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身上 甚至还将我往厕所里面拉拽 大哥 你想不想要体会一些和女人之间的快乐 这也来得太过突然了 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讲真的 别说是面前的女人了 现在就是什么顶级车磨在我的眼前 我都生不出来半点的别的想法 在这种环境里面 要是还有人能做到 我都觉得这是她的本事 等等 但我很快想到了另一件事 或许这件事情 真的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帮助到我 我需要一个幌子 而这个女人也算是个幌子 我将女人推开两步 郑重地看着她 如果真的要做点什么的话 我们起码得挑选个环境吧 外面人太多了 你想要让他们听墙角 女人的表情有些尴尬 她对自己很有自信 估摸着没有想到我的拒绝 但我很快又补充了一两句 三四楼的厕所有人吗 我们可以挑选一个合适的没人的时间 好好放松一下女人的表现 比我还要着急 抓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要求我现在就进行一定的举动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这中间的确透露着古怪 我也想不明白 但至少就现在的情况来说 我和眼前的女人应该算是各取所需吧 说不定她是在这地方久了 觉得难耐 在我又一次拒绝之后 女人居然主动开口说 今天晚上在三楼等我 甚至还确定好了明确的时间点 现在约定好了时间 我也从厕所出去了 现在有了这个女人做演示 应该可以开始了 到了晚上 我再一次以上厕所为借口 来到了三楼 依旧没有人看守 看来我的预感是对的 先前遇到的那个女人一定是有点权利的 我顾不了那么多 努力地让自己更加接近窗户 随后脱下衣服 看着胳膊上的一道疤痕 我毅然决然地将胳膊送到了窗户外 当我感觉到手臂上传来了一个震动 就知道 成功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等门打开 我就傻眼了 还真是那个女人 而且这一次过来的时候 她明显经过了精心打扮 在这种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她依旧将自己的优势全部显露了出来 风雨翘 臀想吸腰 我敢说 哪怕是在这种情况下 也很难有男人把持得住 她确定我在里面 不等我开口讲话 直接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 朝着我扑过来 我倒吸一口凉气 直接将身上的女人推开 打开厕所门就想要跑出去 没想到 才打开门 看见的就是另一个女人阴沉沉的脸色 你小子 胆子够大的 阿红看着我的眼神 却让我不由的打汗 把她还有那个女的给我拖出来 她话音一落 门口就跑进来好几个红姐的人 将我拉了出去 连着那个女人一起 动作也是无比的粗暴 那个后面被拽出来的女人 就先一步抱了红姐的大腿 嘴里面哭喊着 红姐 真的不能怪我 我今天就是来上个厕所的 谁知道这个男人冲进来 就要和我干事 她哭得情真意切 要不是受害者是我自己 我特么都快相信了 亏我还以为 她和阿红的权力差不多大 我听见红姐冷笑两声 随即就示意她的人 将女人提起来 嘴上的话语 显得那样冷酷无情 小丫头骗子 老娘吃过的盐巴 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在老娘眼底下玩把戏 当老娘真的是傻子吗 说完 她瞥了眼我 又瞥了眼身后的十几个大汉 闷笑一声 既然这小丫头 这么想提前体会男人的滋味 你们全都出去伺候她 弄残了无所谓 别弄死了就行 在尖叫和哭嚎声里 女人被拖了下去 我从她断断续续的哭喊声里面 大概摸清楚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这个女人本来也是被抓进来的 但因为之前就是到处行骗 又能说会到 被阿红看中 我当下人都麻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的目的是达到了 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糊弄过去 反正也不是我的错嘛 我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却注意到红姐正盯着我 小子 我就搞不懂了 谁给你的勇气 在老娘的地盘乱来 她说着话 从旁边拿过来一把刀 走近我 对着我比划 看来 你不太老实啊 要不然 老娘来管管你 别以为你没有欠我们的钱 就觉得无所谓 告诉你 只要进来了这里 不管你是谁 都给老娘乖乖的的 完蛋了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快停住了 面前的红姐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更不知道对方的脾气 连想个拖延时间的办法都想不出来 在那一瞬间 我的大脑几乎空白 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应对才好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 永远没有选择了吗 我浑身出汗 眼前空白 紧接着 我的大腿上传来剧痛 鲜血从我的大腿上飙了出来 如果不是及时停住的话 我都会陷入 被刺中动漫血管的虚假惊恐中 红姐看着我 是笑着摇了摇头 看来 你的确不是故意的 没那么大的胆子 她说完 将扎在我腿边的小刀抽了出去 我这才反应过来 红姐只是为了吓唬我 而刚才 也只是擦伤而已 不然的话 扎进的是大腿 我的动漫血管 恐怕真的要保不住了 但红姐那种蔑视的 犹如看着地下老鼠的表情 让我始终有一种 快要呕吐出来的冲动感 你好像很不服 红姐看着我问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 本来以为再也看不到了 你什么意思 红姐皱起眉头 就在她话音落下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传来了嗡嗡声 紧接着 一道道聚光照射了下来 所有人 不准反抗 看着天空中的直升机 以及已经被破开的大门 我躺在地上 露出了笑容 直到红姐他们被警察抓走 估计都想不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没事吧 黄元跑到我的身边问道 我摇了摇头 心想终于把这些人抓住了 徐莉莉也可以安息了 原来 在徐莉莉死的那天 我就已经开始计划 把当初残害徐莉莉的 这帮人绳之以法 胳膊上的伤疤 也是为了安装一个定位器导致的 所有事情都结束后 我来到了徐莉莉的墓碑前 天空中下着细雨 仿佛是徐莉莉的眼泪 轻轻落在我的脸颊上 墓碑上镶嵌着她生前的照片 那个笑容灿烂 眼神明亮的女孩 现在静静地躺在这里 润的痕迹 就像我们的记忆一样 永远不会消失 莉莉 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 我轻声说 我希望你在天之灵 能感受到我的心情 我为你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我闭上眼睛 让思绪飘回到我们共度的那些日子 那些无忧无虑的笑声 那些深夜里的谈心 那些一起度过的困难和挑战 都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 我知道我做得不够好 我没有保护好你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但是 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我知道 无论我说什么 都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 我能做的 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并继续前进 莉莉 我会记住你的笑容 记住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 我会把这份记忆 深藏在心底 让它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我会让你在天堂里看到 我过得很好 我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墓碑上的照片 那个熟悉的面孔 仿佛还有温度 那份亲切的感觉 仿佛还在指尖 再见了 莉莉 愿你在天堂安息 我缓缓地站起身 转身离开 我知道 即使告别了痛苦和遗憾 生活还得继续 我会带着徐莉莉的记忆 勇敢地走下去 我相信 如果没有那些事情 徐莉莉将会拥有 属于她自己的幸福 又过了半年 我的职位再次提升了 陈总 这边面试您助理的几人 都已经准备好面试了 我点点头 来到了面试室 刚一进去 其中一个女人 让我的目光已经无法落去 陈总好 我叫 她叫什么 我仿佛没听见 因为她和徐莉莉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我坐了下来 问道 面试的问题是 你对于自己有什么展望 我努力地控制自己心情 知道只是长得像而已 语言微微一笑 说道 我相信自己会拥有 属于自己的一切 不论是工作 还是幸福 全文完